今天来玩七号球衣的图轮 往哥德尔身上翻 打出雷铭铁脸一技能 再往前踩 大招都没能用 双杀三把五十门 直接过了马洛斯 把刀没中的马洛斯 雷铭大招直接吃 能刷新的大招 对上满水的哥德尔 不凡杀他都说不过去 电了四发直接大 一套就能收下 在视野之下回程 不嫌弃的话 我不放你一马 直接送你到家 黑和莫拉收下卡芬尼 有本小兵 边清兵边打出雷铭 王威拉连上逼 他已经没有技能 前线准备射门 所以啊 前刀就能收割 卡芬尼的距离不能搬打 还在反抗 一炮秒了莉莉安 再前个大招收场 沃玛在前面扛 我的技能在后面放 差不多就可以往前踏 直接上 那颗追着我来打 还有个亥牙 这波往上瞬移往下踩 看着没什么用 但是算 大招没有 反杀不了穆加绝 我在卡种里 他在外 他也不太敢进来 八方给予来 身上有雷铭 团战必须赢 谢谢伯顿的救命之恩 虽然大招没有收到 但是没有大招 也不是不行 往前一踩 再次打吃雷铭 位移继续跟 用雷电光束把反打的刀锋 半路截停 有了凝霜 打团不用慌 大招飞到了千里之外 把伯顿收掉 订阅打开小铃铛 点赞按钮 在影片的下方 先拉一拉 不硬钢 半选能被主卡一套秒 可惜悦克差了一滴 没事 还有我在呢 别想逃 我的雷电伤害超级高 我全都要 出现了 传说中的不战而胜 电了一下 一耿四拿下 这是要一波的局面 身穿复合甲 什么都不怕 还有跟铃双 还能怎么打 有电 卡芬尼亚岛 凯瑟小怪 四哥德也清不掉 更何况 古伦还有大招 千军神杯绝杀 没有任何机会 最后上演帽子戏法 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点个赞 你一赞 我一赞 世界杯梅图轮 还是要看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